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LA卫视时事大家谈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 除经济议题之外 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 习近平主政三年以后 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 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 为十九大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布局 军队高级舰领中又有哪些人将进入中央军委 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是否也会在这次全会中成形 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肉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通常五中全会都是在十月中旬举行 这次推到十月二十六号 有专家评论说 在根据以往的这些情况来看 如果全会提前或者推后 肯定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 您怎么看今年这次会议的推期 到底是由于习近平访英 还是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事调整 我是这样想 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最近这几届吧 每一次的五中全会都有一些变局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所以呢有可能呢 这个一再推迟呢 我觉得不是因为反应 而是因为这个 可能内部的协调还能完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一个呢 就是作为人事布局来讲 可能那个牵扯的面比较复杂 因为这个习先生想提拔的 这个群 他这个所谓的叫习家军也好 叫支江新军 什么闽江旧部 等等等等这些吧 总之我还想提拔的这个人群呢 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低 有很多呢 可能刚刚够到副部级 连部级 当然有一些到达部级 那么这批人如果想在19大 这个未来的19大 两年以后的19大上 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可能有困难 进入中委 我觉得是有可能 那么进入常委的阻力可能会更大 因为中共是一个传统上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提拔新人 我想这中间的阻力是会存在的 另外就是所谓这个 这次这个在大阅兵时候提出来的这个裁军 也就是包括军队的改革 那么这个前程面就更更有些敏感 所以我想可能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人物 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等等 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一些 就是有猜测 都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 其实可能他们这些猜测 他们很多是不太了解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五中全会 也是对这个习先生的这个 他的权利 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测试 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个 这套组织体系的常规 就是超常规的来提拔他所要提拔的人 也就是说实现这个 此前所说的这个能上能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他的权利 究竟有多大 这个如果说 当然这些事情啊 我们不见得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 可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会逐渐看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 但这些人事变动能不能够真正的到位 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说 所以我个人对这个 对这次会议抱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一个呢就是说 习先生他能不能实现他的人事安排的这个目标 还有一点就是未来 比如说对13.5的规划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就是所谓中央决议的东西 在做了决议之后 都是被素质高格的 而且那个有些决议或者这个决定等等等等 这些文本做得很好 语言也很有创意 但是呢 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 一个是被体制内部本身的这种反作用力 就化解掉了 还有一些呢 由于领导的偏好 其实领导他虽然有中央的决议 但是他按他的习惯思维去做事 最后也导致有很多的决议 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实行 是 所以我本人对这个会议 是抱一种很谨慎的观望态度 谢谢 好 谢谢张立凡先生 何平先生 我看到有一些海外的中文媒体 在那里猜测或者说报道 这次全会有可能增设中央军委成员 甚至还有的报道说 有可能增设后补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你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 就是因为习近平 如果他要这个 在19大的时候 真正尽力以他为核心的 他的这个浙江帮也好 这个胡锦邦也好 能够这个清楚地提拔上来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政治当中讲的 他必须打破现在的这个规则 如果不能打破现在的规则 那习近平就什么都不能做 不管他是往这个毛的方向走 还是往民主政治转型的方向走 那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就讲了 不管习近平为了做什么事情 只要他想做事情 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 现在的权力框架是郑亚平 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 所建立的人事布局 因为一个所谓的中共党的领导人的形成过程 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安排 比如先把他安排中央号部委员 然后再把他变成中央委员 然后再把他变成一个地方的居号 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局管 主要的一把手 然后再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这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安排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政治局的班子 所谓政治局常委的班子 其实跟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所以他上台以后 基本上所用的人 都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 而且未必这些人呢 有真正的管理能力 他也许就是浙江的一个什么书记 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书记 或者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 小领导 一个厅局级干部 或者是一个副部级干部 突然因为他跟习近平认识 习近平现在中央部位 他也调不动 因为这些人 到底都是江泽民的人 到底都是胡锦涛的人 都不是他安排的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人 但是熟悉的这些人 第一个 从全力的秩序来讲 他一下子 没办法上升到一个决策的层次 所以习近平在搞了所谓的领导小组 把这帮 这个 浙江也好 上海也好 或者是这个 这个福建也好 安排到这个领导小组里面 成为一个成员 通过这样一种 非常规的方式 去打破传统的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的 这么一种执行的机制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 必然走的一条路 如果习近平走不通 古中贤会 就是一个常委性的会议 那就证明习近平 根本就没有拉到了 真正的权力 什么叫真正的权力 不是安排某一个人 或者是他讲一通话 或者是下面的人把它 说成为一个习大大 而是于呢 他能不能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 所建立的这个权力秩序 那么习近平在之前 他已经有所暗示 或者说是明示吧 就是所谓的政治局的 或者是领导单位 刚位上的能上能下 所谓能上能下 就是把你江泽民和 这个这个胡锦涛 所安排的人拉下去嘛 所谓能上就是把我的人给上上去嘛 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央军委这个班子 本来这个大裁军 就不是习近平所谓 举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 而是拖了几十年的 应该早进来裁军的这么一个行动 中国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指挥体系 不像几个文革团的军事专家 什么楼园啊 什么什么什么 整天在电视台里面 胡说八道的这几个军家 这个所讲的那么强大 中国的军事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一个 积极腐败 积极无能 而且装备很罗号的一个体系 那么通过这一次政治的变革 那么它要进行军委上的一种人事调整 会不会反映在武政前卫 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即算是不能反映出来 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内 整个政要军委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至少把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他的党的同伙 或者说来自于东南系的南京军区 尤其是三十一席当军 跟他见过面的 很多军官他都没有见过面 见过面的这些将领 或者是打过招呼的这些将领 在浙江湖的湖境工作期间 把他提伐到中央军委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政治局那是一个更加艰难的活 那么武政前卫能不能录制某一些线索出来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富都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肯定会有所作为 这是习近平的基本的路数 我们看出来是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 现在的中央军委成员是十人 这次有可能扩展到十五人 以便为十九大定下 最后静下中央军委的组成 来先安插一些人员再进去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这是因为他没办法拉 完全进行根本性的军事的变革 因为现在的范长龙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现在的国防部长长万钱 现在的总参谋长杭峰辉 这几个主要的军事的将领 都是葛伯雄和徐子浩石 拿下安排下来的 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有更多更多的将领 基本上是葛伯雄和徐子浩的人 所以他要把这些全部拉掉 等于中国中央军就没人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西式 什么叫西式呢 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磕大 把这个班子磕大 人数比较原来是五个 我现在变成七个 原来是七个 我变成五个 人数一多 我就参刷子进去了 实际上你表面上 范长龙 你还是曾江中央 常务副主席 那实际上我加了几个人以后 你的权力就被分解掉了 他通过这样一种西式的方式 来西式原来的 葛伯雄和徐子浩的人 这是他的一个追零一个传述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他要真的把这篇钱包拉掉 那就赖有完了 你必须要整政治部主任张扬 对不对 这个总参谋长唐峰飞 正要尊伟常务副主席 这个范长龙 还有国防部长 这个常磕前 这几个人都要在未来紧急 知道拉下来的 但是一下子把它全部拉下来 不行 所以他采取擦刷子的方式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好 下面我们接听两位 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然后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回答问题 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 大家好 我看呢 这个习大帝政治体制改革男 男在呢 所有的官员上任呢 都未经选许 都是提拔或买的官职 都未公开自己的财产 包括习大帝自己 蒋经国呢 是蒋介石的儿子 哥巴乔虎 叶利钦是苏共的党魁 习大帝不下狠手 不解除党禁报禁 习大帝不会有实权 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 谢谢山东孔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张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中国的这个 军队的组织形势 是党领导军队 这一家都知道 军队从那个 毛泽东去世以后到现在 在邓丽萍以后 他在弱化军队 因为什么 在毛泽东和邓丽萍时代 常委里边有军人 现在已经 常委里没有军人了 政治局委员可能还有 是吧 就是说党领导一切 是吧 而且呢 现在废除了终身制 用自然淘汰方法 由于年龄啊 是吧 那原因呢 五年十年 自然淘汰方法 我想中国的 军队刚才那个何平先生说 中国军队 什么不堪一期 我总觉得有点过分 谁说中国军队总没打过仗 但也进行演习 武器也比较先进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中国军队还是 从武器数量 人力这方面 我认为还不是那么 那么取作 或者我认为有点过分吧 好 谢谢河北张先生 张先生实际上提出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军人 在中国高层政治当中 所发挥的作用 一会儿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 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是中国军队的现状 到底如何 再请何平先生 简短地回答一下 原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如何看待中国高层舰领 在目前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当中 所发挥的作用 从毛时代开始 一直是压抑军方 就是防止他们这个权力做大 当然这个到紧急时刻 就不得不利用军方 还有这个利用林彪来搞掉刘少奇 所以我以前讲过 就是军方只是在某一时刻 某一关键的历史时刻 由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 力量不够的时候 就会借用这个军队的力量 来指挥一下党 但是指挥完了 就还得让他们回原位 这个呢是基本上 作为这个中共的一个传统吧 它一直保持下来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想 就是说会怎么样 由于这次这个关于裁军 关于军队改革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 都在这个网上流传 但是呢到底这个清洗军队 我觉得毕竟还是一个 有一定风险的事情 特别是涉及到军队内部的利益 那很多人的军衔军职 都是花钱买来的 他的血本还没回来 他还没有赚钱 你就让他这个走人 他会不会这个 出各种的妖蛾子来跟你作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 就是军队内部 可能对改革的阻力比较大 还有呢就是对军内 这个比如说这次中央军委的 这个人选 现在有各种的猜测 比如说这个刘云 会不会进军委啊 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 其实呢这个你我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刘云进军委有非常大的阻力 这个从张牧生 就是这个人被称为他的这个主要幕僚的 这个张牧生先生啊 他最近的一个讲话就谈到这一点 一个呢他撇清他自己的言论跟刘云 他说我的言论 我的观点跟刘云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呢就是 现在有人想阻止刘云往上走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题 因为我此前我们就一直知道啊 军队内的这些个航武出身的 或者草根出身的这些将领 他们对于这个太子党的这个 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个将领 他们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 所以特别是当这个像郭伯雄 这个许多后他们这个搞了很多腐败 然后被这个刘云 这一下子把盖子掀了以后 那么其实刘云在军内得罪了一大片的人 那么当然我们且不说啊 这个刘云本身怎么样 但是呢军内一直有这样的传言 就是有三个姓刘的 不能再不能进军委 一个是刘云 一个是刘亚州 一个是刘小青 这三位都是太子党 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说法 我们听到的说法 但是呢也反映了军内的一种情绪 那么究竟这个也就要看啊 就是说习先生他的他的能量 他的这个权力到底有多大 他能不能把他想要安排的人 他认为可用的人安排到位 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好说 所以这一次这个这个五中全会 是对他的权力大小的一个检测 只有在会后我们才能多少看明白 是怎么回事 好的 何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不同意 你对中国军队现在特别是战斗力现状的评估 你怎么回应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 所以我没办法去评估呢 他到底打的怎么样 我们只能看到最近几十年以前打过的仗 那中越之战打的一塌糊涂 中印之战打的这个乱七八糟 也是不吃所有人 不知道再打一个什么仗 还有什么珍珠宝 珍宝之战 还有这个韩战 那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打的仗没有一个仗 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 而且是打的很漂亮的一个仗 要么就是牺牲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数 牺牲了很多的这个将士 要么就是莫名其妙 中印之战莫名其妙 要么就打的一塌糊涂 你一个比他更平勤更落后的一个越南的军队都不能打 当时我跑到这个中越边境 跑了一段时间了解了 在军队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了解了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况 比外面想象的 比外面报道的要恐惧很多 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之差 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 建立了一个就是军装很像美式军装的这么一个部队 这一看见了好像这个徽章很多 这个像奖章很多 这个这个尊贤是又是这个少将 又是中将又是这个上将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 提拔这些职位上的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 中国的装备好像这个月宾是出行了一些装备 我们经常也看到西方有些媒体报道 说中国装备现在进展的很快 但是这些装备全部都没有经过实战 都不知道它到底可用可不用 因为中国是一个造假成锋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根本不知道具体它的装备怎么样 OK 即算是这些装备有一定的先进性 要形成一个具有现在投射能力的 现在运作能力的 现在战斗能力的 那不是一两个精装武器 一个正合性的武器 就可以证明你的战斗力非常强 不错 你是有黑武器 有很大的组合能力 但是你的常规的 这种海军 空军 陆军 从你的活程的演习来看 你就是非常落后的 所谓活程演习就是空军告诉海军说 我演习完了你可以继续演习吧 对吧 它没有一个真正最有实战的 交叉的 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军事的行为 那么不要说你要讲整天这个几个军人文官团的 我说他们是文官团嘛 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富明呢 还是什么东西 几个这个所谓的少将 所谓的这个电视台没讲话的 以军人命谋出现了 他们即使是文官团的 你一个钓入台 他们还要几个这个老百姓上去 就跟日本人去争备一下 被日本随便就赶走了 对吧 很荒谬嘛 一个这个南沙 这个南海喊了那么多天 等到美国说我们要保证这个自由航道的这个运行 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那没有 范长郎怎么说的 那么即算是中国的国头遭到武力的威胁 我们也不是武力威胁 就等于说你们赶紧过来嘛 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你对抗 所以这些人不了解中国军队的这个实力 在整个的这个亚洲 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打一场什么战争 你现在打什么打呀 有人说比甲午战争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在南海 真正解放战打一场战斗挖杯 甲午战争还要悲惨 首先不要说它的战斗力 就是军事装备 你就从现在的敌人看 那都是你的敌人了 原来是你的敌人 这个菲律宾是你的敌人 日本是你的敌人 美国是你的敌人 昨天还加了一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说你们在南海建这个岛 完全是自己制造麻烦 自己制造恐慌 那亚洲没有几个国家站在一起 你甲午战争的时候还是一个日本 你现在骗的都是敌人 你知道吧 这个原来和菲律宾联盟 菲律宾和美国联盟了 美国和日本联盟了 你怎么打呀 对不对 你怎么打 你打一打试试看 原来我还认为你应该查想走火一下 至少显示出来这个七二年那个海岛女人兵 还记得吗 就是又拉了几个渔船 就撞了一下这个原来军队 好像我们显示了这个中国的军队力量 你现在这个影迹都没有 这个胆量都没有 中国的军队像范城隆这样在军队泡了几十年 他知道中国整个洪权是不能打仗的 不信 你试一试 好的 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山东的张先生 您好 山东张先生 请讲 好 董事长你好 家政你好 就是18大之后 我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最担心的就是台湾问题 就是总统的印象已经表明 就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昨天已经换住了 是吧 就是说这个民 总统的印象表明 就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 就是非常得台湾就是同胞的就是这个民心 所以呢 就是说蔡英文呢 又刚刚访问了日美 就是会是不是给日本 就是与日美签计了什么米约 是我非常担心 就是说2016年会不会会 重维中的海峡两岸呢 就是就是军队就是相互对抗 就是你像以美国为首了 你像北约 你像还有就是那个日本啊 你像那个印度啊 还有还有还有澳大利亚 这些加拿大这些国家 会不会参与进来 会不会就是爆发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 谢谢山东的张先生 张立凡先生 请您来回答一下 这次五中全会有没有可能讨论台湾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往前看一下 如果明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重新执政 那么中共它的对策会怎样 现在当然我觉得中共可能对台政策相当纠结 因为这个国民党现在是江河日下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换柱啊 这个能不能够这个重新整合篮影 这个要看实际上是国民党能不能重新跟这个宋楚瑜携手的问题 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 我觉得可能国民党大概是这个大失已去 至少这一届他们没什么希望 此后这个国民党还能不能维持 还是就就此这个衰败下去也很难说 所以这次来看 如果说民进党这个执政 那么可能大陆就不得不面对一个 这个有分离倾向的这么一个这个政权 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民进党也是一些机会主义者 所以他们不大会冒就是这个大陆这个武力犯台 这个这样严重的后果 他们可能不敢冒这个风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统不读 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仍然是一个基调 只不过呢就是民进党 他为了区别于国民党 他会强调台湾的一些个比较 他作为这个台湾岛的比较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而已 但是呢我觉得公开的就是在下一届政府搞台湾独立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谢谢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当前中国的经济的议题 那么何必先生 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黄奇帆其人 因为最近美国的彭博通讯社有一个报道 黄奇帆有可能在中国的经济班子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可能是主管股市 有可能是主管其他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背景非常的复杂 特别是呢过去每次这个薄熙来路面的时候 在人大路面的时候 他总是坐在薄熙来的旁边 因为他是重庆的市长吧 让人不解的是 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 黄奇帆也是随行的重要官员之一 你怎么看待有关黄奇帆前途的这个报道 黄奇帆现在是一个人们人物啊 因为他在故事上 古事上有很多的见解 尤其是打造这个 沉浸所谓的精英城市的时候 给人这个印象很深刻 那么媒体在这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安排 往往是通过表面上的现象 来捕捉这个他的可能性 那么我个人感觉到我没有特别的兴趣 但是我个人感觉到黄奇帆 未来在中国的经济角色中间 有某种顾问性的角色是可能的 参与某种顾问性的角色 但是由于他年龄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这个政治背景的问题 他要真正能够提发到一个有实权地位上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偏低的 我不认为他在民意上会掌握真正实际的 这个比较高的地位 只有可能在某一段经济决赛的时候 扮演顾问性的角色的可能性比较偏大 真正中英不太可能 好的 关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梁家河是否造成运动的新篇章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锁定美国之音